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编 那这个影片呢,要来跟大家分享 冲这个红骑士团的装备,大概要花多少钱 那为什么要挑这个红骑士团的这个装备呢? 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商城里面 购买特殊英雄组合包 那他这个里面其实就会送你一套完整的这个红骑士团的这个装备 而且都是强化值过一的 就是包括的饰品,然后他的武器,还有他的防具 饰品的话防御的,他的是加到5 然后防具的话大概都加到,也是都加到5 然后武器的话是加7 那基本上这些装备 相对来说他的价值其实是 没有那么高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试冲一下 这些装备,如果说 我要冲的比他高 我要冲到防御 过二装 就是 所有的防具,包括头盔手套 然后静甲 然后 抖篷等等的 如果抽到,把它冲到过二的话 大概要花多少钱 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新手来讲 你可能 不想要花这么多的 台币去买这些 商品包的话 基本上 其实你可以去考虑 用这一个 冲装的方式 冲红骑士团装备的方式 来提升你自己的防御力 那 后面这边呢 我们就赶快的 来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整个冲装的过程 那因为时间有点长 所以我们就把 快速的 让他带过去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时间 我们下定了 呢 我们下定就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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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加8的武器 现在花一花剩下没多少钱 武器好像比较好冲一点 我自己感觉 剩下最后剩下55000的 这个银池四团的货币 所以我要赶快再去加紧练功了 好那如果说你没有台币 去买那些装备的话呢 基本上小编这个影片 是让大家心里大概有一个算术 有一个底 那或许你运气比较好 你可以再用更便宜的价格 去冲到这些所谓的过二装 那或许你也跟小编一样 我自认觉得我是属于比较 非洲的这个运气 好不论如何 祝大家冲装顺利 好那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小编按订阅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